今天我們要來為大家介紹的東西 我們真心推薦的 平時都有在用的一些商品 今天這一集的影片贊助商叫做 SHIPITO 這家公司我們在兩年前的時候有介紹過 專門是把你在美國購買的東西 送到一個地方以後 再幫你把那些東西寄回台 關於SHIPITO更多的詳情 兩年前那位比較瘦比較帥的師匠 來為大家介紹 那其實這家公司它的業務 最主要就是幫你購買 或者是幫你寄送 你在美國購買的東西 比如說我今天要在美國的Target網站上面 買一樣東西 自己在Target上面買之後 寄去他們的倉庫裡面儲存 等到你所有需要買的東西都買齊了之後 他們再一次把你的包裹合併成一個大的包裹 然後再一次寄給你 當你在這些網站上面購買的時候 你留下來的地址 就是SHIPITO給你的一個指定地址 那這個地址就是他們的倉庫 那有很多美國的這些網站 其實沒有直接寄到國外 所以通過像SHIPITO這樣的公司 你可以跳過傳統意義上面的代購來購買 當你來到SHIPITO的網站的時候 你可以先註冊一個帳號 第一件你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把它的網站改成繁體中文 當你註冊完帳號之後 你可以來到我的帳戶 在這裡面你就會看到 寄貨地址 這邊這個地址 這個地址就是你在網路上購買東西時候 所要填寫的地址 你所有的包裹都會被寄去到這裡 SHIPITO的會員費是60塊美金一年 它的會員費有分非常多的等級 最便宜的是免費的 我用的這個就是60塊美金一年 當你把所有該買的東西買完之後呢 你可以到我的包裹裡面 然後在這裡面呢 你可以把你的包裹全部都整合起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考慮說 要怎麼樣把這些東西寄去你的所在地 太重太大的東西呢 可能不太適合 因為在運費上面呢 你會花非常多的錢 所以我個人認為如果你是想買衣服啊 或是買一些生活上面 需要用的小東西的話 利用SHIPITO這家公司的服務呢 可以讓你非常輕鬆的 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都可以購買美國的東西 那我們就先從我們推薦的商品開始啦 大家很喜歡打果汁 就早上的時候 大家都想要喝一杯新鮮的果汁 Vitamax 就是美國很紅的打果汁的 還有另外一個牌子 是B開頭就忘記叫什麼名字 但是 那是Starbox在用的 但是這台呢 其實我用了很久 自己就非常喜歡 Vitamax 再來呢 我也非常推薦的 大家你看我把它用得多爛 是Incent Pot壓力鍋 但是 它這個壓力鍋就是可以煮 你看有湯 有肉 然後各種不同 它可以做蛋糕 然後慢煮 然後呢 粥 就是它就是一級多用 然後我也非常推薦 就是Incent Pot 尤其是熬雞湯 或者是牛尾湯啊 牛腩湯 用這個 喔 鍛起來超好吃 接下來這個呢 又是廚房的電器類的 這個東西是之前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一季我拍過 就是介紹一個烤箱 是一個老闆牌的一個 很多功能的一個烤箱 在這邊 就是這一台 非常非常醜的 這個東西還在我們家 到現在還沒丟掉 已經從舊家帶來新家了 它還在這裡 我不是一直都很喜歡做咖啡嗎 所以我那時候就上網研究了很多 然後我非常推薦這個牌子 叫Niche的磨豆機 那這個是SINGLE的 就是你量多少 然後倒進去 這樣一個杯 兩杯倒進去 這樣倒進去 然後蓋起來 然後這樣 然後他就會滾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可度 就是可以調 他有不同的 Espresso 然後drip Coffee 然後各種不同的咖啡的大小 那它有一個好處跟一個壞處 好處就是因為它是這樣Single的 很好清理 如果你要一次要做很多杯咖啡的話 就會比較浪費時間 但是蠻推薦的 還有我非常推薦就是 我睡覺前一定要用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這個愛馬仕的夜燈 然後我就是在晚上的時候 可能會開一下手機 然後在睡之前就會開這個小夜燈 然後讓你自己進入一個睡眠的感覺 然後還有一個非常愛的牌子 叫做 Retrovie 我不會唸 但是因為在美國非常的乾 所以我都在睡覺前的時候會加水進去 精油 如果很濃的話就大概一滴就好 它也是可以當夜燈的 霧可以讓我呼吸比較舒服 因為美國很乾嘛 所以氣管很乾的話就是會容易咳嗽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 大家如果看韓劇就知道醫院都會有這種東西 非常推薦的就是家電產品 就是Dyson的吹風機 我真的覺得是我用過最好用的吹風機 就吹完以後頭髮不會毛燥 而且吹得非常的快 那除了他們家的吹風機之外 我也非常推薦他們家的直髮夾 那它其實很有趣的地方是它不是只可以直髮 它也可以捲髮 而且它是有充電的 所以打開來的時候就是你可以不需要接著電 你可以使用它 所以你可以帶出去Travel 這叫吉米 然後呢它是一個Projector 投影機 所以有些朋友如果不想要買電視的話 他們家的這個Projector我非常推薦 叫做HELLO PLUS 然後它其實就是因為很亮 所以有時候白天的時候 你拉上窗臉也是可以看的 今天呢我要來分享雪序 決生的時代就是十幾年前的時候 我們都很喜歡去一個叫Travel的地方的滑雪 這個是我要推薦的東西 當初我們在搬家的時候 這個東西真的幫了不少 而且露營的時候這個箱子也非常的適用 它叫CDO Crate 就是一個非常solid的一個儲物的箱子 它這個 它就會附這種隔板 然後你可以把它隔開來 會更加方便利用你的空間 它非常耐摔不會壞之外呢 每次需要清理它的時候 我只需要拿水管然後沖沖沖沖沖 一把它沖乾淨就好 它下面是網狀的 所以所有的水呢都會露出來 它有非常多的配件 像上面你知道上面可以放一塊沾板 可以在上面切菜 這個品牌叫做Yerai雪怪 這個品牌的狗碗呢我超推薦 因為它是不鏽鋼的 它很好洗之外容量也很好 所以狗狗在吃的時候 那個高度也剛好不會一直跑來跑去 它下面有微臉是有重量 這個YG啊還有HANA 我超推薦這個碗 這是我朋友介紹給我的 Yeti的官網可以找到 然後你可以customize上面有很多東西 你可以自己設計logo upload上去 或者是他們自己都有一些設計你可以使用 我還非常推薦了一個重用的商品 因為我們家狗非常會釣毛 所以呢每次在梳毛的時候 那個毛都到處亂飛 真的很令人困擾 於是我就在網路上發現這個牌子叫 mebot 看它要不要亂跑 看一下 它就吸進去好了 它還有很多頭 它除了可以梳狗毛之外 然後你也可以拿來洗一些東西 最酷的地方是這個 剃頭刀 所以呢 如果今天狗或者是人需要剪頭髮的時候 直接就可以把它 欸欸欸不要踢不要踢不要踢 它這個超方便 就是它這個打開來 一拖毛 非常的方便 然後再裝回去 這隻算是我們新家的前導 因為有些時候 你在介紹新家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這麼多時間 把一些好用的東西分享給大家 所以我們就先用這一隻來介紹一下 我們家的一些好物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要 推薦給我們好用的東西 或者是對我們推薦的東西 有什麼想法的話呢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中留言告訴我們 OK 那我們就下面見囉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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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評論區啊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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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下次見 下次見